開部200年歷史體驗展 將一直舉辦到年底 有望吸引60萬名訪客 副總理王瑞傑表示 政府將研究把這個展覽 變成永久展出的可能性 剛考完試的薛毅傑 同家人一同前來參展 沒想到竟然成了 開部200年歷史體驗展的 第50萬名訪客 還收獲了驚喜 我開始很驚訝 然後想到我選擇很幸運 然後也要聘請客人 不少國人包括薛毅傑 都希望這個展覽 能變成永久性的 他原本應該在上個月結束 但因為反應熱烈 而展延到年底 副總理王瑞傑指出 政府接到不少反饋 希望能將展覽變成永久展覽 政府會仔細研究可行性 這場在福康寧中心舉辦的 免費展覽 自今年6月起開放 帶訪客瞭解我國700多年來的 這場在福康寧中心舉辦的 免費展覽 自今年6月起開放 帶訪客瞭解我國700多年來的 歷史演變 在福康寧中心舉辦的 對決鬥小禮 十多年來的